有朋友說花姐真是演出必行 曾經說會請詩王上來做嘉賓 果然聽到她做嘉賓 看來詩王也挺受歡迎 所以我們要再接著你 受歡迎 逢是有個王子受歡迎 王Sir 王子輝 我以後叫花王 你也是王 你暗黑女王 奇安女王 全部有個王字 收了 收了 詩王似乎很有聽眾員 所以我們就跟紅頂白 繼續邀請她今天做我們押軸的嘉賓 跟紅頂白 你一雞幾尾 一雞幾尾 因為那天說起詩王原來有很多鬼故事 喂 她的帖子做詩王有鬼故事 是合理的 對不對 一個汽車維修完有士巴拿房心 是合理的 沒錯 詩王跟大家打聲招呼 Hello 大家好 花姐姐好 鬼故事好 真的很斯文 上次小聲一點 小聲了嗎 今集要大聲一點 是的 你的聲音很適合做那些 夜間的情情愛愛的節目 很適合做那些節目 很溫柔的 不是 聲音一向就是這樣 可能出去工作就會大聲一點 我覺得你也不會大聲 會的 會的 是嗎 但是可能那些聲音習慣了是這樣的 如果大得來 就可能會拆的 聲音叫得太厲害了 不是 你當生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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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呃 形形的 不會 可能我做 你形形的 如果去進行一宗調查 可能我做天使的部分 有些做魔鬼的部分 有些做天使的部分 那時候我們也訪問過迪sir 在很早期的時候 上來講那些 警戒學堂的鬼故 那師王呢 據聞也有些學堂鬼故 不過我們今集 不讓他講這些 因為他有些更加精彩 是的 師王夜話 當然要先講一些 師王的鬼故 師王界的鬼故 師界 這樣呢 因為不是每個聽眾 有聽到我們這個無底心談 我們也要講一講師王 不然以為是牙膏 這個錯誤上次說了 是的 所以人家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再講 所以一定要聽到 無底心談 師王其實上次也講過 就是在警隊裡面的其中一個職位 負責再說一次 負責去調查一些 屍體發現的案件 或者自殺的案件 如果是有刑事成份的 就交給這個刑事調查隊 即是俗稱CID 去繼續跟進 如果是沒有刑事成份的 由我們師王去做一個報告 交給這個死因研究官 看看他 需不需要開個死因研究庭 去調查這個案件 如果不需要就完結 這樣一個案件 好 上次你也講過 在你做師王的期間 一些見聞 也試過在過萬條的屍蟲上 游走 這些都很驚心動拍 可不可以講一下 這個師王界 有沒有靈異傳聞 有沒有接觸過鬼結 或是關於屍體 如果說我還沒做師王之前 都是接到屍體 就是剛剛出學堂 就有一次 不要講到警察官 說得的 沒有所謂的 你如果有聽過節目 就有整個 其實在西區警署 出學堂在西區警署 是 那時候是新兒子 在報案室做一個植日 植日的職位 突然間 這個植人官就說 在醫院上 就是物理醫院 屬於我們的區域 叫我上去 就說 有一個人死了 上去認屍 認屍 不知道做什麼 他說可以了 你上去 照行照做可以了 那做什麼 就說照行照 就有眼著頭皮照上去 這些合法命令 上去上去 有一個死者 上去有一些 醫院的員工 跟他 撿了一些 財物 還有 跟他填資料 他說可以了 你下去吧 其實原來 現在才知道 這個其實是 上去做一個 初步的調查 看他有沒有可疑 但是現在緊張 現在通常 要找一個 至少沙線級以上 帶著同事上去 做一個 做一個初步的調查 但是以前就沒有 以前 只是找一個同事上去 當我做好事情 臨走的時候 就不小心 踢掉了香爐灰 香爐灰 就是放在殮房的外面 踢掉 立刻很害怕 當時生小孩 又沒見過 這是誰的殮房 是馬Nonic院 有一把香爐灰插進去 那我立刻突然撿回去 盡量先整好 立刻拜幾天 雖然我沒有實行 宗教信仰 敗一敗 告一告告工作 又吞吾 然後回到警署,誰知一落到警署,謝官說:「對了,新仔,明天又有益理了,又再上去再做吧,又是這些,很容易做的,很容易執的,這麼邪的,一落到又有一宗,第二天就照做吧,誰知上去,小心點,不要再踢跌,又把弓給他, 一落到後,再下去了,謝官又說:「又有一宗,又是李瑞做,你做過又是以之熟手,又去做,連續做了四天,第四天上去後,差點逼多幾次,說不要再搞我了,對不起,我已經來收拾好,回到下去之後,就沒有了,暫時就沒有這些案子來,我覺得都幾邪,這些是合理的, 因為這些一不離二,二不離三,通常都是摺著摺著落的,尤其是我們警隊的東西很黑,花家姐聽我說,我接風中飛人,摺到不停,她是追著我的,我轉了beat也好,轉了beat都是追我的,她不是說那條beat多人跳,例如我以前有個邦板,她有個花名叫火神,她很有趣的,那個邦板,她朱粒就是一粒, 她每逢她當夜間去CBA,每逢夜間,第一天,轉間那一天,如果她有上班,就一定有花,一定有火警,不會沒有的,她在我們的環球守這麼久,就中了,除非那天她放假的 但又沒什麼理由會追著她來的,很難說,很難說的,可能是八字惹火,你明白嗎? 不過真的是的,有時候在警察部有些流傳,或者有些邪的,不准做的事情,你特地去做,真的很靈驗的 就是好像鬼故王都說過,或者是以前我們當間,早上吃早餐,不准有兩樣東西,通常同時都不會叫的 一個就是糯米雞,第二就是吃早餐,ABCD有幾款,C餐一定沒有人叫的 是啊,糯米雞是怎樣的? 即是說,醫師體打包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案子來的 第三樣,ABC單,通常每個人都不買C餐吃的 是,C嘛,又是可以自私 很多東西都不行,送禮物給人都不好吃 收工,我們又吃糖水,或一出家吃糖水,就一定不吃蓮子 蓮子? 不吃蓮子,即是很多這些,其實只是吃過鞋陰 有個同事,我記得現在應該還在職 她是故意說不信,她是做頂席 因為那天不夠人,找她做頂ADO,負責官 雖然沒有沙漬,就找她做 因為她是比較熟,和英文很好 那天上去,就是我那一隊的 那天上去做餐吃,她是故意在那裡玩 大聲說,給我一個C餐,加一隻糯米雞 一會兒我上來吃飯,留一個鹹魚雞粒炒飯給我 特意挑戰一下 還要全部打包 真的不到你,那天好像有六七條鹹魚 對,外面有幾宗個案,兩間醫院 在明岸醫院,馬嘉莉醫院 全部都有,根本做到那天 因為你一做了,你回來又要回口 有很多東西寫 幾個以上級,全部做到六點幾七點 她說,那時候,其實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她是接家人收工的 是 她說,你不要走,你幫我做 你叫這些事情,明天不會讓你做這個位 我想起,如果醫院呢 醫院不是經常會有這些鹹魚的 但他們不會有這些秘技 因為根本就是會經常有的 但你們不同,是不是 你們不想盡量遠離這些死亡事件 也不是的,我只是看同事 好像我自己說過,我一做到上了印 你不讓我做,我也不開心 逢是有屍體的東西,就讓我來 讓我搞,為什麼呢 因為一件事,那句話我懶惰 我一做了屍體,一間就搞定 我是不會再有其他事情做 一間過了,你明白嗎 一有屍體的案件 通常你都押了大半間 到你回到警察官的時候 差不多都可以收工 變成你少做很多事情 我記得當年有個砂頭 他對我有偏見,不是很喜歡我 是嗎?經常都說有偏見 有一次,我們一出間 有一宗,那時將軍澳剛剛開發的 就是一個水利隧道的火車頭 失事,衝了下去 那些工人走不及其中一個就撞到 差不多斷開兩次 那些救人的職場到了 救他出來的時間 其實是幾個人抬出來 是扭住中間的 那些腸的 是扭住的,還沒斷完 還沒斷完 然後看到那件事一出來 沙子姐跟他說 你叫我號碼,你要接我 他就以為會整顧我 但其他同事都在笑 就是益了我 因為我是喜歡做這些 即是你又不怕 其他人會不會很怕 有,很多人都很怕 會的 絲皇坦白重寬 有沒有怕 真的,去到擁場 雖然兩部牆全部滲上去頂 你看到這個環境 那你有沒有看到 那些斷開兩、三折的 暫時沒有 我剛才沒有撞到 一些人 有些人 我都可以說 我入PDU的時候 有一個師兄去入第二期PDU 你是沒有那個命水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有這個命水做 一個星期做幾單 那五行八字上 有沒有說那些屬於惹火 或惹什麼 如果你用八字來看 可能因為靈異體質比較重 你容易接觸到這些東西 我其實真的 雖然做過師王 在軍裝很短時間 過了CID 我真的都沒做過 你沒做過什麼 空中美人 可能我在做報案室的時間多 即是出來報案室都有 但那個時間就短一點 是 一看你就知道 你這些是PO來的 BCV在哪裏 你做了Potential Officer 你在報案室做看樓 很高級的 很高級的 這些就是你見到的恐怖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出來 你出去撿一些屍體的時候 那有沒有機會 不要說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曾經遇過 在執屍的時間 懷疑有靈體出現 懷疑有靈體 你覺得會不會 我正在執屍的屍體 屍體突然跟你說話 或者一些同事 我沒有 但在另一個情形之下 就能撞到 說來聽聽 說來聽聽 在軍災期間 應該是在81年的時間 還沒有進南武寺 是 那時候 雖然說 在7號警署 即是西方警署 有派出所 我調去堅尼地城 就有一個派出所 派出所比較舒服 因為木輪關係最主要 到晚上 其實那個範圍都不是很大 幾個同事 去做巡邏 有一個沙節 我記得那次好像是冬天 應該是11年的冬天 都挺冷的 去到半夜的時候 差不多休息時間 有喝茶時間 即是平時的吃飯時間 晚上一刻就叫做喝茶 那兩個師兄帶著我 不如我們去常哥那裡坐下 去休息 那裡是一間幼稚園 別人的幼稚園 要拿一條鑰匙 我們上去休息一下 其實我未上過 那些師兄上過 帶我上去 上到去 他說你自己在休息一下 坐下坐下 當然是欺負了 突然間 被一些很 淒厲 和很重的 即是那些呼吸聲 是男人的 一路一路 突然醒了 整個人馬上醒了 那些聲音就越來越重 她是扯頭大氣 很陰森的 很可怕的 越來越重 然後 立刻拍那兩個師兄說 你聽不聽都聽不到 其實他們是聽到的 然後大家都坐在床 然後很害怕 我很害怕 那兩個其實都是假裝陣陣的 有一個又說適晨打一隻 不用怕 然後她說 不如 冷凍的 不如我們回去逛一路 其實她都怕 其實我當然想走 立刻 就馬上上去 穿以前的 穿褲褲褲褲 那些 穿褲褲褲褲褲褲 我真的摆不住 手也震了 全部摔下地 要師兄幫忙 你都很大膽了,我一向都聽你講 那時候剛剛出來,真的很害怕 因為那裏有黑,我們沒有開燈 靠電筒仔,但那裏其實是一間班房 幼稚園那裏只有幾個班房 根本那些聲音都不知道在哪裏來 窗外外就沒有可能,已經是街 都不敢到處去看,沒有人在那裏 試過一次這個經驗 我們走了之後,晚上好睡,幾天過了 那時候是在夜中早,到中間 我們走過,又見到那個康奸,他翻十二個小時 那時候晚上搭著,就見到他了 八點多鐘,跟我們聊天 我經常說,那次你上了一次,不上去休息 我說不上了,上去好像有些髒東西 他就跟我說,不用怕,這些髒東西,怕什麼 你又沒有做過壞事 上去休息吧,有空,我說不上了,不上了 好像很害怕,然後沒有出聲 我覺得他好像知道有些事情 那也不奇怪,老實說,夥計去休息的地方 通常都是那幾個 他去得多,知道那裏有事,絕對不奇怪 不是說我今天休息,天天在那裏 通常都是不外乎兩至三個 不會多過三個 我想問你剛才說的建立地城那裏 近不近香港的工作簾房 因為我知道他在那裏 近不近 如果是簾房呢 還要有一段距離 那裏是畢露乍街 是美菲露 即是那個位置附近 你剛才說的位置就不近那裏 不近的,那裏 如果巴士站差不多是 美爾那個站 5號巴士總站 因為其實去到尾 但我想問一件事 因為香港島這邊的公眾鏈房 九龍那個我經常到 我想看看有什麼分別 香港島那個你那個年代 恐不恐怖 也挺恐怖的 因為有時候 那些做案件 司體立刻開 我們要立刻跟進去鏈房 CID有些謀殺案件 這樣進去 嘩,真是屍踏屍 屍山 真的多到 有時候 你不夠屍袋 那些屍袋 我想以前不是提供很多 你不夠屍袋 那些屍體 真的是屍踏在那裏 屍踏屍 我現在就看看 因為你一向說 香港是比九龍高級 九龍是比新界高級 香港那些叫警察 九龍那些叫警察 九龍那些叫警察 新界那些叫打奸佬 打奸佬 所以整個香港島那些 什麼都好一點 因為我九龍公眾鏈房 我見開的時候 真的是屍山 不是一個屍山 是幾堆屍山 九龍地方大 幾堆屍山 其實全部都是那些死屍 我打算香港那邊會整齊 其實現在是不是這樣 現在去薩葵沖大很多 九龍區全都去薩葵沖 好像新界都是 連去薩葵沖 醉酒灣那裡 很大地方 但始終你這地方大 因為你是放屍體 根本你進去寫字樓 已經聞到那些鮮味 很臭的 很厲害 如果普通人沒聞過 包你立刻作口 其實在外面門口 你聞到不用進去 因為那些臭味 它最主要是混進冷氣裡 冷氣排出來的味道 我舉個例子 有時有些司機在車裡吸煙 車的冷氣永遠都清不到煙味 屍體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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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了冷氣之後 就永世都有那一股的味道 那在那裡做的職員 是否已經習慣了 他們全身都是那樣 是習慣的 其實他們一離開了 因為那時候我跟法醫吃飯 她的身上有一陣很厲害的香水 是否好像福爾馬林 那些味道 是 還是雙妹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 這是很厲害的 好像藥水的味道 但當然不是屍臭 是 它要辟味 我就是說職員 都是要噴這些東西 才可以回家吃飯 家人和女朋友去看電影 其實洗澡也洗不到 除非你要離開那個地方 你一不回去 如果你在工作的話 其實是無可避免的 有些長期做這份工作 身上有一陣有垃圾的味道 是怎樣沖也沒辦法 因為那些味道已經滲透到你的身體 第一部已經屍屍入購了 我們要去第二部一會兒 好嗎 怎樣 你害怕死屍嗎 我當然害怕 我沒有可能相信你害怕死屍 我真的害怕的 我不是假裝的 我都說最深刻的一次是在殯儀館 去朋友的喪禮 然後去廁所 然後剛剛有一個人抬屍體經過 本來不是蓋著布 那個屍體的手 捉住你 捉住你 捉住你手 又不至於捉住你手 但是它是掉了出來 然後掃一掃我的大腿 我非常害怕 那花家車不敢簽孕為庸 我又有的 有的 尖鑫為庸是另一個心情的 尖鑫為庸的化妝化得很漂亮 化得都不是那個人 他覺得好像一個納象 是啊 但有些已經是 如果放得太久 就化不了 那些很慘 這樣有沒有進去後面的廷屍間看 更加不夠 如果是很熟悉 或者是親戚那些 未尖鑫為庸 去到谷原宫 很多時候都會進去後面看一看 用去聊聊 那個都化妝了 那個是化妝了 但是那個是化妝了 有時候靜一點 有時候自己一個兩個人進去 都挺陰森的 那個職業 我經常進去 因為通常 我一不就不去上鄉 我可以去後就會進去 我很少說做一半不做一半 師王這個職位 其實對於我那個年代來說 反而是炒位 不是那麼輕易做得到的 什麼位 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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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炒價的 有炒價的 要關係好才能做到的 是啊 師王那天也有說 以前的年代 甚至乎有人收買的師王 70年代之前 70年代之前 給一些油水 可以怎樣玩 拿一些生意嗎 有些轉介 有些中介 有些民意的agent 後來又沒有這支歌詞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年代 可能還有 但不是太明雙膽 剛才你說到 你那個年代 都很久了 80年代初 那時候你做新仔 就要搜售 或者搜大閘 現在就不用搜大閘 不需要的 因為現在大閘全部是電子化 對 所以銷售應該是重要的 不需要的了 都不需要的嗎 在大約 一二三 應該十年前 十年前 已經開始不需要 很歐了 即是機樓房 機樓房 只是25分鐘 進去簽一簽 完全不用搜 除了有些 Special Watcher 有自殺傾向 那些 需要照顧 但我想問你 你都搜過不少了 機樓房 你在裏面有沒有遇過 有啊 我就有的 有啊 出學檔系 也是在西區警署 那時候是新仔 一定要進去做的 這個職務 進去兩個小時而已 我記得有一次 其實進去 真的 又黑 又 很骯髒 其實這個地方 當然沒有垃圾 但這些地方 內部沒有裝修 很陰沉 很深 我們有一本 那些寶 叫流水寶 中文就是OB 英文 其實每15分鐘 就簽個名字 寫一句英文 TRECORRECT 即是妥當 我就不知道 每15分鐘 我自己都不知道 突然有人拍醒我 原來的直日觀 警署警長 就進來檢查 然後我問 小孩 睡著睡覺 我說不是啊 沒有睡覺 死都說不是 其實是中下中下 為什麼又是本屋 鋪邊 鬼滑符 畫得花光 然後我問 咦 為什麼好像亂畫 畫畫畫 或者是沒寫的 就沒理由拿本OB來畫 你怎麼亂畫畫 也不知道畫什麼 整本畫畫得花光 好像有些人 不知道是否抓住你的手 畫 我自己都不知道 為何畫得花光 寫法 總之不是文字的東西 然後他說 嘩 你是這樣的 然後馬上找人 換個本新的OB 其實那個直日觀好人 他們說,小朋友不要中眼睡,精神一點,這裏很邪的,很多東西,精神一點,一累就走來走去走一走 那時候你讀書堂沒多久? 應該都是一兩個月的時間,之後就沒有怎樣撞過 再做的時候真的累,就走來走去,不坐在那裏,他有一張椅子在那裏 沒有啊,你這麼好啊,我以前沒得到 最重要的是那些直日官,拿一張椅子進去,同事辛苦了,因為沒有文明,給不給坐 我知道有些是不給的,連桌子也不給的,本OB就這樣放在那裏 我記得那時候,你剛才說過的個案,有機會發生未必是撞鬼 為什麼呢,就是大家有沒有試過,小時候讀書的時候,拿著筆中眼睡 到你突然間中眼睡,發現你整個布都花光了 不是花光,是花光 平時都是花光,我是試過花光的 首先我不會拿著筆睡著 你不會像我這麼晚才做功課 我差不多10點才做功課 根本是不做功課,我是抄襲的 抄襲也是,早上上學會抄襲 不是試過你這種那麼嚴重的 我是整本寶花光的,想夠都沒得夠 因為你一直撞,一直撞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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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因為我在學堂簽了那本寶花光,有人簽了另一個號碼 對,有些警察的編號 而這些編號已經不存在 你明白嗎?我今晚簽了後面那本,簽了後面那本 簽完之後,第二天為何會沒有自己的簽? 但又有另一個簽了你 因為你是流水寶,你不能回頭 但你去幻想一下,那隻鬼是捉住你的手這樣寫的 其實可能是你自己簽了他的號碼 你不知道自己簽了別人的號碼 因為在西方,他們有個學說是自動書寫的 它是一種好像天使一樣,控制你的手部運動 可以自己寫一些東西出來 而那件事又可能是你的潛意識去驅使又不頂 我曾經試過一次,已經不是說到簽譜 而是說到機樓室那裏 那機樓室那裏 你說沒有東西做,走來走去 不要中眼粉 我就說我不只是走來走去 當年我又是出學堂沒多久 因為我有一條很直的走廊 我形容一下給大家聽,很多人都沒有去過 大部分人都沒有去過 其實是整個武俠劇的石製物室 整個都是石造的 任何東西,就算裏面 一格格,我們稱為臭格 臭格裏面那裏都是石造的 在哪裏呢? 猜館就是這樣 所有猜館 大部分是舊式猜館 現在新的那裏我也不知道 都是這樣 那裏很冷冰冰 是呀,很寒 那張床都是石造的 機樓睡覺都是這樣 那張穴睡著的 那張穴 我們警隊有一個名金收兵,是一個大型的步操儀式 我們將一些東西混合進去操,操有聲音 有一次很有趣,我操完之後突然間,我自己聽到背部有腳部操的聲音 我的拍子是跟我剛才操的拍子一樣的,我覺得有一點有趣,回音不奇怪 因為你始終是在石的墨室裏面,但回音為何隔這麼久才來? 通常回音一躺進去那一刻便是積來的 我完了停殺腳步,為何會有一個整體的拍子呢? 然後我走到後面看看是否裡面有犯人,即是學我,學我在做這些 每個人都睡到腳的聲音 那會不會有另外一些警察在另一個銷售? 沒有的沒有的 只有一個銷售? 不是,一個藍銷售 一個藍銷售,然後我們分開一格格 其實就沒有可能,覺得每個人都睡到腳的聲音 誰學我呢?我當然沒有理會 我說你沒有理會的時間,有一次就是這樣 即是那一次是同樣的 我聽完那個聲音之後,接著那些古怪的事就來了 因為我們有一邊,其實我們的銷售是沉了下去一點點 上面的頂上就是露面,即是有些天窗 在天窗外面,天窗外面有個影子走過 但我手的聲音告訴我,天窗外面是沒有路沒有東西的 有直接看著它走過,是一雙腳這樣走過 只有雙腳? 是,但有粗的聲音 那它穿什麼褲? 看上去是黑,你看上去是長褲,肯定有穿褲 有沒有長褲? 看不到,因為看到,剛剛沉了下去 人家看到腳勁那一刻 然後我這樣走過,那一刻沒有可能有人走過 我都覺得奇怪了 然後我心想是不要粗 可能有些靈體在模仿我做一些事情 但你感覺到它是在粗的姿勢? 很明顯的,它的腳步形式是不是粗的 那它是否一走的時候就一下聲音,還是有聲音? 有聲音的,是很實的 很實的聲音 不會是真的腳? 我覺得機會很微 因為外面的位置根本不是一條路 它是走不到的 其實是一個剛剛的斜坡仔 根本沒有可能可以站到人 還有時間是凌晨? 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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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解釋 沒有解釋 這些就是我猜館裡面其中一些小小的靈異事件 就說你這麼久兵了,你預料很多 又說一下現在行政長官的官邸 禮賓府 以前是港督府 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 在1997年 也不是爆的 只是有點經歷 在1997年之前 港督府應該是在1982年 好像1983年開始 有一個記者 應該是南華早報的 外國人 跳了港督府上去拍照 想拍一些秘密的東西 為甚麼呢? 就被南武子剛剛在中環當間 被兩個南武子捉住 拘捕了回警署 那件事最後都很低調處理 沒甚麼事 擔保完查完之後 沒甚麼煩 好像放了警告 給他一個警告 算數 我們中環那個 DC最高的 那個 總區指揮官 看見 說 南武子聰明 可能精神一點 以後就找到南武子當間 怎麼會找到呢? 就是散營 以前六個月就散營 不會說現在一年 一散營 就找差不多20個南武子去當間 即是去港督府守 搜到下一期的營出來 又找20個去接 我就是被挑選了其中一個 就去港督府守 去到的時候 也挺新奇的 但是挺好玩 初初覺得 沒見過 但是原來不是的 到晚上 你又要在港督府巡邏 但是有些地方你去不到 但是會設定好 好像外面街上有些寶 但是那些寶又不是太多 但是去走你 是一個小時內 簽了寶 但是有些寶去到其實那裡 15分鐘 急步走 已經可能走完 但是你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即是硬拖起來 硬拖起來 是很陰森 尤其是進去裡面走地爐 進去的時候 有時候晚上看到 經過這棵樹 真的有白影 我看到 真的被迫著 都是要走 假裝看不到 有一個陣 有一個陣 真的有些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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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的 就是幾個一齊 有時候兩個的白影 總之在樹那裡才有 但是那些影 會不會有手有腳 還是一坨的東西 一坨的東西 一坨的東西 總之覺得 有幾大左右 一個人這樣 人形這樣 人形 即是有人那麼高 我沒有難留意它 五至六呎 高度 對 總之是有 很大過影 因為很遠的 很遠的 距離不是很近的 是距離 因為你走 有些在遠 很多樹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還沒進去 很多樹 廣多府 但是到下面 我們經常叫隧道 其實有一間 有一條路 通道到天馬南 但是那裡是不能進去的 即是秘密通道 一次就帶人進去維修 那些電纜 就進去 五個地方 都不可以進去 但是在下面 那裡巡有幾本寶 在下面圓著 地牢 即是一直圓著 港多府 在地牢下面 就要簽 不知道三本 還是四本 你要留在那裡 你不能計算時間 那裡 可能不知道地牢有回音 現在回想 是不是有很多雜聲 其實應該一個人都沒有 是一個人都沒有 但是地方又大 你走那個地牢 即是你有時看那些什麼 走那些地牢 就有多可怕 就是那些情形 就是那些情形 即是有些聲音 但是你聽不到是什麼聲 總之 我不知道是不是人聲 總之是 有些回音 你像鬼谷王或者說 有些回音的聲 你自己一路走 你可能一腳步 都會有些回音 但是會不會因為靜的頭 你一邊靜的頭 就有那些VV聲 是啊 一定是靜得很緊 有時候 譬如你睡前 你有沒有試過 你睡覺 你耳朵可能會打側 那你不是佔著枕頭 我試過聽到有的人 在那裡說話 但是自自浸自浸 其實那些聲音 你聽到自己心裡說話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那些是什麼聲音 但你細心聽 真的有人在那裡說話 是的 有沒有 我不知道在哪裏傳來 或者有點閘 是 那有沒有鬼 是 是否有拉鈴聲 你覺得有什麼有拉鈴聲 首先就是 那堆白影 樹那堆白影 以及秘密通道裡 你覺得是有沒有拉鈴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拉鈴 一旦你一旦不久都會看到 但你只要看不到 始終廣東府是一間古老大宅 還有很多這些秘密通道 有這些靈體尾在 亦都不排除 不過廣東府本身的殺氣都挺重的 但那些是甚麼樹? 不知道,我真的不認識 我沒有甚麼大樹 當年中國銀行興建了嗎? 中國銀行未? 未興建? 因為因應中國銀行,廣東府中了很多樹 就要來擋殺 因為中國銀行像一把劍一樣插著廣東府 那個位置有很多風水的東西在鬥法 中國銀行興建了匯豐銀行 其實中銀行、匯豐銀行大家在鬥很多東西 然後廣東府是一個不幸的軒盤 被他推到很棒 但我們先撇開風水 我們進去靈體裡面看看 裡面有一些白影飄來飄去 秘密通道裡面有些古怪的聲音 但有沒有一些靈體在裡面 真的走來很白艷的客人 我沒有試過 這樣就真的沒有試過 只不過是被你看到的 這麼巧 不過其實是對的 你們每個人都穿著一套軍裝 老實說 那些人說沒有關係 也有關係 就算你帶到皇家警察也沒有關係 有時覺得有些人說可以擋殺 但很多時候都看到 如果這樣也看到 就是那位同事那位夥伴 他自己極度時暈倒 極度時暈倒 極度時暈倒 這樣也幫不了他 如果他幸好帶著 他不帶著 就是命都沒有關係 我可以這樣說 因為那個擋殺力其實是真的很強 我曾經說過一個故事 就是有戴帽和沒有戴帽的分別 這是親身經歷 當時在雞年 有戴帽和沒有戴帽 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親身經歷 所見到的東西 有戴帽的同事和沒有戴帽的同事 是看到的環境人物和事情 全部不同 其實會不會有同事 他不是相信 或者比較怕青一點 就是會當一些符子 有沒有 有 有一定有 尤其是在詩惶那個年代 剛才說過很多司機是茅山 很多 因為那個年代特別多 很多 他們好像說當警察是為了連發 那是木不知用的 是嗎?阿迪sir說的 不知道誰跟我說 我忘記了 好像是阿迪sir說的 我經常收到不同的消息來源 因為阿迪sir本身也有玩 因為那個年代真的太多 阿賢sir也有 因為很多是有玩茅山 或者是錄音 當時那個年代 港督府沒有其他事發生 有個笑話 有笑話 也好 我們輕鬆一下 不是靈儀笑話 恐怖一點 也不恐怖 簡單一點 其實我當時的手 剛剛是尤得著士 那段時間 尤得著士 尤得著士 我們除了衣軍裝 還有一些身體 就是政治部派去的 有些幫辦 他們是在那裡守的 當奸的 尤得著士 整天不知道去玩 特地試驗你們 還是去蠢 整天一開 合起來 忘記關門 那個什麼 鬧鐘 即是保險 那個鐘 關了保險 保險制是嗎? 差不多 他一開 就馬上響 接著 我們慢慢發聲 衝去 你知道很緊張 這波曆卡 這波曆 槍都拔掉 全部衝去 接著 去到原來 Forsalam 他忘記了 經常都是這樣 都氣死了 又不可以說 但是 又不可以說 說他浪費警力 到最後 他都嚇死了 他應該賴靈體 不關我的事 不關我的事 不知為何 不敢 可能有鬼 不如說 又得著士 死也跟人體有關 入了數 這樣也行 但在北京死過 不是在香港死過 入不了數 港督府說過了 警察官說過了 接著 我們回來好像有些更加精彩的學堂故事 繼續師王夜話回來 是的 是的 花姐 又不捨得 香港很多地方 你也去過 很多地方 不捨得你去緊 哈哈 很多地方 你說哪一區 北角有沒有去過 北角有沒有去過 北角我怎會去過 我講到人來的 去過北角 我講到人來的 是嗎 北角區的大酒店去過嗎 當然去過 我爸爸在那裡出品 你有哪間大酒店沒去過 哪間 萬國去 好像九龍殯儀館沒去過 九龍殯儀館沒去過 即是大角咀那個 那裡沒去過 經過就多了 豐樹街一號 對 經過就多 但反而真的好像沒去過 沙田寶福紀念館有沒有去過 都沒有去過 不是那個寶福山 寶福紀念館 寶福山就試過去看樓的時候 在那間屋看出去就看到寶福山 好像有人在燒一些東西 但寶福那裡完全不恐怖 氣氛很好 我知道 但你始終有個陰影 如果我住那間屋 我看上去經常看到有人在燒東西 其實我又覺得不太好 而且經常看到寶福山三個字 其實北角除了有殯儀館 為什麼問你有沒有去到北角呢 因為北角還有警署 北角警署 北角警署 北角警署有事發生 對 因為我做司王也是在北角警署做的 告訴大家在哪個位置 北角警署在電器道尾 應該是343號 渣華道 街市那裡 很清楚 你比Google Map 真的很熟悉這個地方 因為在那裡 在那裡搜尋了七年 七年的時間 七年 我還沒做司王的時候 不過記得很短暫的時間 在這十月來走必 還沒做司王的時候 記得晚上有一件事 其實有人說試過幾次 但我自己經歷過一次 半夜有人報三條狗 說打架 然後報告的位置 他說大酒店 大酒店 打架 一想會不會有人搜尋打架 或者打劫 那時候很流行打劫 很流行打劫 打劫病毒 打劫病毒 很流行 後來不給搜尋 現在你搜尋要申請 你搜尋都鎖了 閘不讓你進入 那些人真的無所不用期 好像那些棺材老鼠 就是錢多才知道錢多 收些白金 對 收到有人打打架 又說聚重勾斗 我們衣服 環頭巡邏車 和衣服 都走去 連警察官那些 都沒有工作 都在對面 走過去幫忙 一去到 從門深鎖 一直拍門 踢門 很久 有一個康奸才來開門 踢這個運儀館門 是呀 即是在那裡斬 說有人打架 說很厲害 又說傷了 最後才有人來開門 開門 立即問他有沒有人打架 有人報警 他說沒有 他說沒有都不理 上去看 周圍看一看 真的沒有好證 沒有人搜尋 那天 沒有人搜尋 只有一個康奸 立即報上電台 然後立即說要追線 很快追 真的在裡面打出來 不記得在二樓三樓 其中一個廳 那些廳 那麼恐怖 打出來 我立即上去 直線 叫做俗稱 由電話打上去 給電台 電台說 是這個電話 正確 弄到那條線 在那裡 但是真的再 仔細一點 手 完全沒有人 即是不是虛報 是呀 我意思是說 不是在其他地方 不是在其他地方打來的 不是在其他地方打來的 是呀 就是我做就試過一次 但是只有一個康奸 康奸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打電話 去玩這種什麼 想死嗎 但是接電話那個是你來的 不是 是電台三條狗 電台三條狗 你同時沒有聽到 那些聲音是怎樣 什麼語氣 那些 他們都會翻聽 有的 全部打上去自動錄音 是呀 你就算用這個 打133 電台那部機 都會自動有電話 我先問一句 我其實在想說 那個康奸 他都很恐怖 一個人守住一個憑儀館 是呀 裡面什麼人都沒有 我告訴你 做得這些工的人 他一定不會害怕 等於來說 我們講過 臉房的腹白 你去到個個 看到腹白都是眉毛血色的 你問到什麼是害怕 都不知道什麼是害怕 但是那些人工不是很高的 好像殯儀館有些職位叫經身 或者什麼雜務都做的 那些 好像只有萬多元 你不要想著去三五七萬人工 可能他們在外面找了七八千 沒有其他技能 看到那些錢 看不到的錢 你不知道 尤其是你做殯儀 這些可能有些錢看不到 所以這件事很難說 我看不到你不是說有鬼給殯儀者 不是那些 桌底那些 剛才你講到化妝 化妝和二化妝 我應該是過了私房的時間 我過去做CID 但是還是回到德國警署 我經常下來做CID 當時是做PA 每單案件 要在電腦打進去 去做那些商品 看到 我跟某些人很熟悉 我跟某些人 每個人都認識我 我為什麼不吵 在外面走去看 原來有個女人 那時候有個女人 大約三十多歲 小小小小 在外面報警 經常跟她 做什麼事 原來她說報警 經常被人追殺 又不問 然後問她的職業 她說我在對面大酒店 做死人化妝 原來後來 她整天都走來報 半夜三間 原來我覺得她 大家都知道 可能她有些妄想症 她整天說被人追殺 她做什麼職業 那些什麼人 她又說不到 她可能太悶 走來警署 找人跟她聊天 她都在這裡 聊到真的 從早去才願意離開 找人聊天 對 她坐在那裡 不知道是否有 即是估計 她在那裡聊 又什麼 又不可以叫她走 不管她 她坐到有時候 問問你幾句 她坐到真的 五六點四五點才離開 以前你們做sir 有時候會接觸到這些 很多的 疑神疑鬼 有些網上症的朋友 有些真的說 有些晶片植入電腦 她的腦袋 發覺很多人跟蹤她 真是鬼故事 其實最慘的是 你沒辦法去分辨 究竟她真的被鬼搞 還是她精神有問題 但其實大家當她精神有問題 她可能真的被鬼搞 這種情況是最慘 你當她精神有問題 是強行送她去醫院 但她一直被鬼搞 這件事經常會發生 不要說你們 精神科醫生的時候 都分不了 精神科醫生 因為她堅信她精神有問題 她是否都拿去當她精神病 也不是 那時候問曾帆光 她都說 某一個人 忘了多少% 她們都認為 其實她們都相信 她自己 都相信鬼上身 如果她相信有鬼就OK 很少有 她是這樣說的 通常醫生都是科學 一般都是 其實太科學也是一種迷信 還有什麼靈異的故事 跟我們說一下 詩王 提一提 其實不是靈異 講到88年 最有印象 就是康兒有一宗 她知道的 很熟悉的 那宗砍死老公 碎屍 找不到屍屍 找不到屍屍 那天我剛剛當中奸 就在下面 那樣 那隻的官 立即說 你們的案子 出來聽我 說什麼 原來就是 當天 當晚 那個女人 那個兇手 她的女兒陪著 跟著有律師 整群人 走來半夜 三更走來報案 說 做了這樣的事情 她說 你們接我 跟著 立即上去 通知幫班 幫班又下來了解 談了很久 看看是不是 亂說 但她是律師 都是不好 再通知大Sir 跟著了解 立即找重案組 出來接這件事 原來這件事 原來你有份搞 我沒有份搞 知道她第一時間 就是先接觸我們 我們跟她談 談了一陣子 之後 就再給重案組 立即轉到回來接 換了三更 這件案子反而我們 還沒遇到 東頭還沒說過 好像還沒說過 到現在都好像 都搬了 那間屋子很猛 到那間屋子很猛 到那間屋子很猛 左右旁邊 都搬了 都賣不出去 現在也是嗎 現在也是 那你以前聽過什麼 靈異傳聞 關於這件案子 這件案子就是左右旁邊 左右旁邊 經常說 見到那個人 所以很多都搬走了 我記得有一年 有一個看間 就在這個單位門口 好像那個日子 跟那個案發日 都差不多 還是當天 我都忘記了 他直接在門口 暈了 然後死了 那時候報紙也有賣的 這件案子 那就是我看間巡到那裡 可能發生了一些事 看到一些疑似靈體 就嚇倒了 但都肯定那間屋子 都很陰氣 都很重 那時候也是 剛剛入伙 康兒花園 那時候 看著戲 因為我們那時候 行動組 那時候偷東西 偷得很厲害 所以都要看著他們入伙 除了在警戒 警戒說完了嗎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提提 就是 又是在北角警罐 做CID的時候 我那一隊 就有個雷邦伯 晚上始終都是少些個案子 沒有什麼案子的時候 那時候每個人都要休息 因為我們那時候 是12個小時的 是12個小時的 然後有一天 又是上去 他們自己的那個 旅警房 全部都在一起的 一層給他們 上去休息 我突然間 半夜衝回來了 我突然說 信公有鬼 我問什麼鬼 看我的手 真的兩隻手臂 都被瘀了 雷警 不是 那幫板 兩隻手臂 都被瘀了 睡醒了 我相信沒有這麼大膽 他沒有同事 沒有理由 醫師姐的手去撕去 瘀了就很嚴重 你撕一下 他又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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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瘀了 真的兩隻手臂 嚇死了 瘀了但又不痛 對 他以後都不敢上去 接著 跟醫師姐有些 聊天 例如我們一口 他都撞到 你們有沒有 有些 有些 整天說有些 撞到 但是 不知道他怎樣撞到 每個人都說有 這種就是典型的 真正被鬼窄 我們平常聽的被鬼窄 通常十單九單 都是自己累過頭 但真正的被鬼窄 有一個特點 就是你會發現 你的手腳是瘀了 其實瘀了 應該是瘀了 但又不痛 而且魚有兩種 一種是真實的魚 一種真實的魚 就是一種受創傷的魚 一種我們叫做 一些陰氣 進入了裡面 進入裡面的時間 其實你看到它以為是魚 它本身就不是魚 只不過是這種陰氣 積聚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陰氣呢 就是一隻 一隻這樣的手 其實鬼 靈體 它有一個相當寒的氣 這個寒氣 碰到你手腳的時間 它就會抽取你的陽氣 它的寒氣 其實物質會接觸 又是科學 物質和物質之間 接觸就會互相交換 它的寒氣就進入了 所以你看到 未必是一種瘀傷 可能加一段時間 可能兩小時之後 可能會沒有了 這麼有趣 其實不是爆為師 兩種可能都有 兩種可能都有 不出奇的 因為我自己看過的情況 裡面 真的有些兩個小時內 都散了 完全沒有痕跡 痛都不痛 這麼奇怪 有一種叫物質交換 不過這種就叫靈幻 不像我們用太科海講的物質交換 但剛才你的女方法 只是在上面睡覺 是的 但是她在當間 當間 就是有休息時間 有休息時間 有休息時間 睡12小時 她可能在睡覺的時候 以前有一個女同事在睡覺 她不知道 她睡了 我睡著 你幹嘛睡下來 可能就不奇怪 有時候 你知道警署有這麼多人用 有些人過世 有什麼好奇 是不是 這個就是北角警署 北角的 是的 我知道 警署差不多了 之後 之後在重岸組有一個 重岸組 做CID的時候 在港島重岸組 那時候有一個 那是怎樣 應該是八八至八九年的時候 你幾年份很清晰 是的 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有這樣的特色 做警察的都是很記性的 我們經常去做 正常 我們回九五 但是 我們很多時間 有些案子 有些都未破到 或者是 繼續在查 有些案件接觸 我記得有一天去做事 我們有四個人去做事 一個沙箭戴著一拖衣服 接著 我駕駛的政府車 做到好事 三點左右 他們的同事已經下車走了 我要駕駛的車回去 駕駛的車 有些車不是我們專用的 要放下車時 可能有些同事 第二天要用車 我駕駛回去 就放下車 放下車時 但我要回上去 自己寫字樓 那時候重案組的地址 就是現在的 戴輪子的精神病院 西區精神病院 就是那個地址 我上去三樓 我們的社字樓 上去 又要鎖匙 又要開門 開門進去 拿回一本 俗稱的流水寶 下回一些東西 幾點收工之類 當我正常下車時 很清楚 有人一直叫我的名字 叫你的名字 叫你的名字 叫我的名字 叫我的名字 接著我頂一頂 沒有人 為什麼有人叫我的名字 接著越叫越近 周圍看到 有那麼多燈 開那麼多燈 但也沒有 是男人聲 是男人聲 一直叫我的名字 因為是沒有人 全部都收工了 有那麼多燈 沒有 但不停地叫我的名字 就像笑笑的 不停地叫我的名字 接著嚇到我 立刻噴噴聲 寫都沒有寫 我記得那天沒有寫 下班 就扔掉那邊 裝了一聲 門 鎖了 扔掉鎖匙 又是有一個櫃鎖 鎖了 我立刻離開 接著第二天回來 還被人說 為何把那邊拿出來 扔到周圍 又沒有事 我問 昨天有些人遇到這樣的事 有些人說 有啊 你自己心理而已 我說不是啊 真的不是 我為什麼 上到來 一定要做的事 我不做 扔掉那些東西 就跑掉了 那些人都沒有什麼 出聲 隊友 然後 之後 都試過有兩次 嗯 那時候 沒有這次那麼大聲 但是 都覺得有人 喊我的名字 真的持續 是啊 試過幾次 沒有第一次那麼清晰 我覺得 這個 是追著你 是回到半年 一路都針對你 喊你的名字 是啊 是啊 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是自己有時候 自己帶東西 熟的才知道 那你有沒有想過 自己會不會做了什麼 沒有啊 真的 那這些情況持續了多久 幾次 我們不是經常 都是做到這麼晚 是不是試過幾次 就是這樣 嗯 這些情況 我覺得特別一點 通常你說你撞到 這樣算 我們叫做 路過 但問題是 追著你的名字 總是有些事 但是你說 跟著沒有事發生 那就很安樂 是不是欠人錢 欠鬼錢 沒有啊 欠鬼錢 你剛才提到 警察用的車 我回想起一個案子 就是 不如一會兒說吧 你很想一會兒說 先吊嚇人忍吧 好 好了 先放個關子 那怎麼辦 還有20分鐘 還有20分鐘 當然是聽蕭王說鬼故 好啊 蕭王還有什麼鬼故 學堂你還沒人說 學堂 學堂 學堂還沒說 學堂還沒說 學堂是 我們開咪之前說的 哦哦 是學堂還沒說 你說了警署那些 我還沒說 我還沒說 學堂還沒說 開咪前 今次我記性比較好 師王也不用等我們 其實有兩個 有一個是我們同期同班 是一班來的 是 我記得他 現在都沒什麼印象太久了 肥仔 我們叫他 很肥的 通常每班都有個肥仔 肥和肥仔 這樣 進來後 我們大約 過幾年之後 就要開始當間 即是讓你一個實習 將來你出來 都要去當間 去簽衣補 他跟另一個同事 同期同班 到下巴牆 很多聽眾都聽過 走到下去 他就說 看到有兩個白影 人形 在前面飄過 但另一個 他就看不到 只是他看到 嚇到他 就從樓梯 真的滾滾了下去 受了傷 立刻又要 找拾字車 然後一兩天 出院之後 雙梁國雄的家 他就害怕 立刻辭職 不做 立刻打訊 立刻打訊 因為當時 超過七天 已經宣了誓 宣了誓 也挺麻煩的 七天之內 就說走 可以 黃竹坑 這個 血淚師 黃堂 聽你們幾位 阿sir 說回以前的經歷 很多都不謀而合 這個故事 之前阿迪sir說的 很接近 因為這些故事 在警校中 很多時候都會發生 不止一次 我告訴你 阿迪sir說的那一次 可能和 蕭王說的那一次 是兩次 你明白嗎 但很多時候的過程都差不多 剛才你說的 也是白影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之前你見過的就是白影 然後很多人看到的都是白影 我們現在可以在這個位置 我們界定了其中一種靈體 就是一種白影 我們可以這樣做一個界定 你自己見過的 多數都是白影 白影 多數都是白影 也不會是白影 沒有 但看不到 有些人說 看到頭髮 眼耳口鼻 手 看不到 他從來沒見過實體靈 那些叫實體靈類 就像人一樣 沒見過 但蕭王也算是 真的見過幾次 聽你這樣說 數數埋賣都十至八次 其實做得蕭王已經殺氣重 其實靈體也會見到他走 很正常 他見死屍多 其實因為我們是去幫助他 做事是去幫助他 也沒有理由走出來嚇你 現在是怕其他在旁邊剝花生的靈體 明白嗎 那個靈體當然不會 你正在幫助他 尤其是有新靈度 等於你入學堂 有新豬度 那些舊就在圍著看花生 剝花生 一樣 那些靈體 如果你弱 那些靈體是否會搞你 但你通常做得蕭王這個位 你的命走到那裡 做得那個位 你基本上就很大膽 所以他也是做了九個月 九個月都很好 九個月 九個月有很多經驗 其實你九個月裡面 你沒有見過一次靈體 沒有 反而沒有 反而你見過的時候 不是在做師王 是在做其他職務 正如鬼故郎所說 那段時間 你的殺氣是最重的 你殺氣不重 為什麼要炒到那個位 回來 這麼多人搶 你就是自己有那個能力 才能搶到那個位 回來做 對 剛才你說的所有警戒鬼故 還有沒有 其實還有很多 不過可能很靈性 現在還有一個就是 剛剛也是出學堂 又是在西門盤 但他很靈異 就是大家聽眾去分析一下 就是那個時候 蘇格蘭有一個同事 就吞槍自殺 那就不要說那麼多過程了 免得阻止大家的時間 他是當間 就是在那裡的潘咸道 英王書院對面 誰人都知道那裡是英王書院 我們的特首都在那裡讀 在對面 英王道 對面以前是一個陸軍的宿舍 即是軍隊的那棟大廈 有一條巷 一直走走走到那裡 就是大廈的味道 即是後門 那條巷很長 總之有人發現 報了警察 聽到槍聲在那裡自殺 真是燈槍死了 他還要玩俄羅斯輪盤 他是帶著五顆子彈 相信他是玩俄羅斯輪盤 即是看看第幾槍 即是抽起了五顆子彈 抽起了五顆子彈 放進袋子裡 用一顆子彈 太陽圓 其實為什麼他這樣對自己 就想不想聽 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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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樣呢 他還可以的 同時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他就有個女朋友 很好 他同時回到早間和夜間 吃完飯 七八點還沒上班 或者放了班 他就陪女朋友去放狗 是 是 他在西環尾那個 不知什麼 流的那一堆 天台就放狗 是 在那裡談心 大家 拍拖 但是回到中間 是陪不到的 嗯 就是回到中間那段時間 是有一段時間 就被人 認識了 認識了另一個男生 誠虛兒 被人誠虛兒入 就是放狗期間 可能別人也是放狗 認識了 慢慢疏遠 搞到要分開 後來他擠查到 原來就是這個原因 為情自殺 他不是為情自殺 他呢 他呢 就 每一天 又是中間 那時候還沒正式分開 是 他特地拿那個女生 知道他放哪一天假 另外拿多一天假 走去撥他 真的見到他跟另外那個男生在一起 是 他很生氣 走過去打他 是 打完他 人家當然是報警 他又被同事抓回警署 這件事 就交了給CID調查 在調查 但是他還沒停職 但是他調了他 你知道警察部很多時候 你在那隊有些事情 他又調你去另一隊 就是 免得麻煩 不知道 那些行政是這樣 去到那隊 那個 有一個 舊制的那些 時沙 警署警長 那時候都幾 惡 不喜歡他 就是麻煩那麼多事情 經常挑剔他 有些事情 就是 三天說不整齊 差一點 就是硬找些事情來吵 挑剔他 壓力就越來越大 然後 又聽見 打完那件事 很大機會 會被人告 被人告入了 連份工都沒得做 相信他就是這樣 去吞槍自殺 小偉罪自殺 但是如果他死的決心 那麼重 為什麼又要用俄羅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相信 他是不是想 交給我天 即是 我條命交給我天 可能我說 我開幾個槍 不死就不行了 一槍而已 如果六分一機會 一槍而已 如果一槍都中的話 即是該死 可能我開一下不中 那我就不死了 一槍不中就算了 即是相信是這樣 就不知道他玩幾下 死了 始終途時 當然是去路祭 即是拜下去 隔了一兩天 剛剛中間收工 現晚12點 集齊人 買齊東西 上去那個地方 我說過那條路 在英雄書院對馬路 開始進去那裡 那條路很窄的 那條路 那條路有三四眼街燈 都燃光了 都很乾的 當你一走 已經有很多狗吠聲 吠得很厲害 我們說 他苗尼一狗 小心點 很厲害的吠燈 以前可能有很多流浪狗 現在才被人捉了 一走進去第一眼燈 突然間斬了 斬了斬了 斬了一聲就關了 是這樣的 接著再走第二眼燈 又斬了斬了 斬了一聲就關了 如是者 走四眼燈走到最後 四眼燈都關了 一關就黑了 接著關了之後 四眼燈同時一起著 然後我們覺得 好像知道我們來歡迎我們 然後立刻去拜祂 那些靈體 那些靈體 是發生這件事 很靈異 進去之後 那些狗吠聲都靜了 一路走進去 都是廢得很厲害的 但進去之後 就很靜很靜 完全沒有 都不知道是哪裏 那些狗吠聲 那些四眼燈 那些靈體就全部著了 好像覺得 好像是 多謝你 走來 拜祂我 那些靈體 用這個來表示 我就覺得 因為靈體 你看到鬼片也是 通常都是燈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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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 它可以直接影響到電流的流動 那就是做這件事 來通知你 這件事絕對不奇怪 即不是那些戲劇效果 你知道電影就會有這些效果 電影這些效果 告訴你 最早有人去做這些效果 就是聽別人說 聽別人說過 這種戲劇效果就是因為 由最早已經有人這樣說 因為我想說 反過來 可能有這種戲劇效果 即是那些有雞鮮 那些人經常看電影 就是知道 一些有鬼出現的場面 就會有燈在那裡閃閃閃閃 但你也要穿鬼 能夠做得到這件事 你說是人自己產生幻覺 人自己產生幻覺 要看情況 如果讓街燈真的關掉 就未必 有幾個人 當時是否每個人都看到 眼街燈關掉 眼街燈真的關掉 如果真的關掉 未必一定有其他樣的機會 看看靈體可否集體 影響大家的意識 可以 但記住一件事 它影響你思維要用能量 它影響電流流動 也是用能量 這種能量 有機會可以影響你思維 覺得眼街燈關掉 亦有機會影響電流流動 也很難證明 你查不到 只會是否真的關掉 有些科技的事情可以知道 但我深信 眼街燈未必可以告訴你 是 說不定有些路邊的 CCTV 能夠拍得到 對不對 你們其實那時候 巡邏的時候 都會有恐懼感嗎 最初是有 但我自己個人 過了幾年之後 我都完全沒有這件事 不怕 不是說很害怕 因為可能 那時候 我開始 戴了佛牌 戴到現在 即是當中奸 都戴了佛牌 戴大大大 可以擋殺 就是這個佛牌 是最主要的 即是你對他 你對那件事有信心 有信心 其實你對一件事有信心 就可以了 我經常說 你對資源子筆有信心 就有信心 代出去就可以了 你對那件事有沒有信心 即是 我們做春靈的時候 可能有些 不知道你有沒有做 有時候我們有些 在提拔上跳下去 其實我們是信條繩 你知道對一條繩有信心 你就可以跳 賓珠針 我覺得很恐怖 其實不是賓珠針 我們那些叫做月子下降 跳一架一架 我們就愛人 在提拔上 一時十車 拉著眼光一 就踩出去 然後又落到提拔底 說真的也沒得選 難道你說 有得選 有些人真的害怕 有些人害怕 他真的不跳就不跳 是嗎 警官不是要逼跳 應該是要逼你跳 但你真的不肯跳下去 他不會推下去 他推下去 他推下去有什麼事怎麼辦 但真的有人會放棄不跳 好像玩直升機繩也是 幾十尺下來 我們以前讀孫時的老師 比較殘忍 學游水 有些朋友的同學 真的很怕水 老師真的會推他下水 真的會推他下水 你推他下水 他立即可以救到你 但如果你推下去 他根本沒有控制繩 你推下去 他沒有殺到繩 他就直接下水 因為我們要靠自己的手 如果有一點差池 會怎樣 其實還有一條安全繩 但問題是 一般來說 你下不下就靠 有些人 你踩出去沒有用 他一路的繩 你不停的 你會保持 你平時的手 你會被摑出去 你不會下水 你要把你的手 被摑到屁股 你才會下水 那你怎樣上去 走路 走路 走上去 我以為不是一半路 好像滑雪滑完 走上去再再再再再再一次 真的 但又要死定 是啊 你有時候沒辦法 好了 我們先去警察 但聽到你太太醫院的一個 很近的 這個師王 這個是2012年 我太太前幾年 在耳朵裡有一個粉鈕 她無端端大了 其實大到手指公 頭那麼大 醫生說沒有什麼良性 不過我割了 如果她突然間再大一點 割不了就麻煩了 所以進了博外醫院去割 很快幾天 就割了 我每天都去探望她 有一天去探望她 她告訴我 昨晚 無端端 那位姑娘叫醒她 她那間房間 每邊有五張床 她睡中間那張 她無端端就睡到地下 最後那張床的地下 那條通道 走廊 那裡 地下 睡在地下 她也不知道 最後那床的院友 立即大聲喊 姑娘 有人跌倒 那姑娘 立即走 晚上一間房間只有一個姑娘 然後她走來拍拍醒她 她告訴我 她說 她說 為何會在這裡 她說 不知道 她說 然後她立即 告訴我 那姑娘 好像覺得有些事 你有沒有事 沒事 她說 沒事 沒事 就很餓 她說快點上床 不要到處睡 怎麼會到處睡 睡在地下 她笑笑死 對吧 即是覺得是否會被人搬到床 突然 沒有夢遊 沒有的 沒有夢遊 突然躺在地下 但其實她從床去那張床的地下 她以後要下場 沒有人見不到 因為護士當間 她坐在那個坑坑 即是根本沒有進去 見不到她做這件事 沒有人看 見不到她做這件事 因為她不會寧空 除非自己夢遊走去 她來問她 你沒有什麼人 快點上床睡吧 她又不理她 看看有沒有受傷 有沒有成 真的覺得很奇怪 即是睡覺時 那些靈體搬動 即是搬動的人 這些故事 都聽過好幾次 我們之前回應 我們第一集的監獄鬼故 我也都說過 聽裡面的人說 有個故事 就是那個人明明躺在床上 他晚上可以躺在床底 而那個床底和床之間 那個高度是很窄的 你根本正常這樣放進去 都很難的 你有什麼可能 如果早上發現自己會躺在床底 這個真的很難解釋 有一個情況很特別 不是我那期發生的 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但聽到一個 不知道當作笑話 還是靈驗故事 就是有一班同學 當時在學堂 就是要整股一個同學 後來睡著了 因為那個同學很難睡 坐著也睡得著 然後就搬過去 搬過去 搬到地上 然後到早上起床 發現了自己的地上 就是覺得奇怪 他不是在自己床的地上 而是搬遠一點 覺得奇怪 為什麼要在地上 然後有鬼 嚇他 嚇他 嚇完他那晚之後 第二晚 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第二晚 過了 跟著那個早上起床 那個爛肺 和他起床 他起床 發現 為什麼 我的同學 全部還沒起床 但全部睡在地上 全部睡在地上 全部睡在地上 全部都不是睡在自己的床 睡在別人的床 睡在別人的床 混亂了 噢 混亂了 他又想了一件事 太不可思議 究竟是不是這班同學 整股我 去到這個位置 整股到這麼盡 第一晚就抬我下去 第二晚你們自己撈亂地上來嚇我 雖然也解釋不了 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我覺得 你這麼大班同學 一起去整股人 我覺得是有點難度 會不會這個人整股他們 逐個搬 沒有可能 一個人搬不到那麼多 一個人搬不到 會不會有些靈體 整股他們回頭 那些靈體很忙 那些靈體 玩而已 我也說靈體也是吃花生 好玩 原來這樣搬好玩 我試一下搬你們 還是全班同學去嚇他 我們不清楚 因為這件事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我也是在叫你 如果發生在我身上 我一定會去查問題 究竟是不是全班同學 打算玩他 就起來就起來 大家準備睡地下 會不會呢 但我相信這個所謂搬 都是他自己走的 應該 應該也是 不會真的凌空見到他 飄去其他地方 不是 因為很多人 你有沒有聽過 家長看小孩子夢遊 就說有裝CCTV 就看看他究竟是否夢遊 但也有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一段影片 就是有拍攝小孩子夢遊 我們看看能否找到 就是拍攝小孩子是否夢遊 但是拍攝小孩子是靈空 就是躺在那裡離開床 靈空 靈空 躺在那裡離開床 他並非雙腳落地離開床 不過如果靈體不想讓你知道 可能你隨時裝了閉道電視 剛剛那格就沒有了 是啊 斬一斬不讓你看 或者剛剛那一刻就沒有電 或者剛剛那一刻就沒有電 或者剛剛那一刻就 那些記憶體都用光了 神空廣大的 我們都用光了 花家姐 最後一分鐘都用光了 節目時間都用光了 用光了 我們都用光了 OK 拜拜 拜拜 是不是更想看多點我的影片呢 以下是我煲哥 推薦給大家的精彩影片 如果未曾訂閱我煲頻滿座的朋友 記得按一下訂閱鈕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